伍佳 房間! 新來西班牙幫隊 再要多兩個鮑魚 彈飽 沒理由沒喝酒 差不多 雖然現場只設計對白 不過讀者陳先生的報料 11日晚上8時多 在同幾間餐廳見到 妹姐大哥 梅啟明一之公開餐 讓我查查 根據Open Rise的分析 平均花費2百四百元 不是貴賣 而讀者還說梅啟明 餐廳的時應好像很熟 好好聊的 估計是熟客 多買叫買叫買 賣單都要六百多元 自從妹仔過了生 梅媽和梅啟明一直都為遺產的事而斑駁 兩母子更加一度一數 還搞到破產 今晚吃得這麼好 難道經濟問題已經解決 我們找了梅啟明 他最初好像裝傻似說 海鮮餐廳吃兩隻鮑魚 吃一隻而已 之後說吃得這麼好 是因為抽到獎 說餐廳一周年之前走過喝杯 逢竟抽獎子又抽到 那就吃完它 他說幸好抽到五百元的Coupon 今餐都給了百多元 至於破產單夜店 他說差不多四年了 今年到期會通知 說生活好壞都是這樣過 要不需要梅媽照顧他 梅啟明就說不用梅媽照顧 每個港人都各有夢想 你的夢想又是什麼呢 明星奧運會 終於八月四日舉行 想和明星一起做運動 快點報名參加啦 快點報名參加啦